2021年9月25日 被加拿大政府非法拘押 1028天的孟晚舟乘坐包机回到祖国 这场对中国公民非法拘押案涉及中国、美国、 加拿大三国法律、地缘政治争端 可以说是世界瞩目 如今却突然结束了 美国、加拿大是在对中国公民进行政治迫害 在对中国高科技企业进行打压 加拿大前驻华大使赵普表示 虽然孟晚舟已经回到中国 中加两国之间也少了一根刺 但是中加关系可能不会回到以前的状态 7月19日 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与加拿大外长乔丽举行会谈 王毅表示 这些年中加关系经历了困难、曲折 这不是中方愿意看到的 也希望家方可以反思 随后 双方还就俄乌冲突、巴以冲突等国际问题交换意见 加拿大政府高级官员也表示 两国外长会晤 预示着两国将向正确方向迈进 皆在修复两国日益恶化的关系 而在7月10日 北约发布华盛顿峰会宣言 指责中国已经成为俄乌冲突的决定性支持者 并加剧对北约国家的威胁 而作为北约成员国之一的加拿大 立场自然是站在北约一面 我们需要清醒地认识到 虽然此次中加外长实现7年后的首次会晤 但双方仅限于互相交流下意见 各书己见 两国关系的整体战略方针不会改变 加拿大卡尔顿大学教授帕尔蒂尔表示 乔丽至少是在一年以前就开始推动访华计划 尽管双方一直存在分歧 但仍然坚持与各国保持接触 此次乔丽应邀访华 希望乔丽可以务实态度认真解决双方分歧 此次乔丽应邀访华还有一个重要原因 那就是特朗普当选前景越来越强 特朗普奉行务实态度 以美国利益优先为主 西方国家想象现在一样 从美国身上薅羊毛是不现实的 所以加方认为 现在要抓紧机会与中国建立联系 否则中方的大门将会对加方关闭 中国庞大的规模和影响力 使得加拿大必须成为其合作伙伴 2013年 美国国家安全局前雇员斯诺登 向外界曝光棱静了项目 这才揭开五眼联盟的神秘面纱 作为五眼联盟成员国之一的加拿大 配合美国、英国、澳大利亚 和新西兰监控着世界各国 而加拿大负责监控着俄罗斯、中国北部、拉美 北大西洋以及北太平洋 且成员国之间实行情报共享 这给中国带来了一些压力 除了五眼联盟之外 同为五眼联盟的加拿大、新西兰 被奥库斯联盟排除在外 奥库斯是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日本组成的联盟 该联盟更侧重于核动力潜艇 皆在帮助联盟成员 在核动力潜艇方面的提升 而加拿大、新西兰的缺席 被西方媒体表述为不够繁华 同时 澳美、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表示 新西兰的不参与将会给联盟产生裂痕 而中国恰恰善于利用盟友之间的裂痕 2023年11月 加拿大海军声称 加拿大海军沃泰华号护卫舰的一架 CH148风暴大型反潜直升机 在南海被解放军战斗机发射的照明弹危险拦截 并称差点就将加拿大海军反潜直升机击落 加拿大海军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南海 出动反潜直升机是要做什么 竟然还恶人先告状了 而在10月 加拿大一架CP140极光侦察机 就在中国黄海附近活动 期间多次被解放军战斗机拦截 最近两者间距只有5米 解放军还多次对其发射干扰弹 最后从以上内容中可以看到 未来西方国家不会停止他们的挑衅脚步 北约的冷战思维阵营对垒不会改变 只会持续将中国、俄罗斯等国设定为假想敌 中国在对待西方国家以及应邀来访的加拿大 可以秉持务实态度与其相处 可在经济、科技、能源、民生、农业、物流等诸多领域建立合作关系 改善与其商业关系让大家看到共同利益 这样才能使得双方关系得以改善